我是金子 一个到哪都能吃光的男人 洛杉矶这个城市 名字来源于西班牙语 其实几百年前 它还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熟悉的墨西哥鸡肉卷 经常被说成莫斯科鸡肉卷 但是西语还是这里比较通用的语言 见到店名里有这个单词 有大概率这就是墨西哥餐馆了 毕竟上面写着饿了 在一家墨西哥餐馆落座以后 不管你点不点菜 墨西哥老哥都会给客人上一盘玉米片 这玉米片又硬又脆 一般形状都比较随便 所以叠在一起 没几片就可能叠得很高 墨西哥菜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菜品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一种东西的两种形态 饼包肉没封口 这就是大狗 饼包肉封死了 这就是burrito 当然了这里面肯定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我点的这个是碎肉大狗 所以把它当做有点随便 而且又卷错了菜的烤鸭卷 而这个burrito呢 端上来的那一刻 就让我感觉似曾相似 这黄色和白色的酱汁 淋在这么个卷状物上面 降级了地铁口不加香菜的煎饼 配上四周这一圈黄色液体 又是我回想起了 几个月前在春饼店 我曾把棒子麦粥当做酱料 浇在春饼里的时光 没想到这墨西哥人还真就这么吃啊 这旁边不就是棒子麦粥吗 由于这种大卷 卷起的方式太奇色了 上面又震着三片牛油果 所以不能单纯的用手拿起来吃 只能改用刀叉切着吃 切开以后 里面说是牛肉馅 实际上跟我们印象里的牛肉馅大相径庭 呃 其实看起来像是饺子馅还没包进去之前的状态 诚然里面有大块的牛肉 不过混在芝士 番茄 还有墨西哥棒面粥里面 却给人一种消化未遂的感觉 万幸味道还说得过去啊 就是这个块头实在太大 吃它的时候让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 普通成年男子 不要轻易挑战 这种可以和手臂相比的食物 即使不小心战胜了它 这辈子也都不会再想吃这个了 吃完这么个大家伙 我必须得出去消化消化 洛杉矶的天气吧太谦虚了 明明写着多云阴天 实际上外面是一片大太阳 这个时候户外活动 逛街购物就是个特别好的选择 俗话说天大地大不如购物中心大 爹亲娘亲没有免税垫亲 很多时候买东西是咱们旅行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甚至比吃喝玩乐优先级还要高 最近的澳来城离吃饭的地方 只有66站公交车的路程 在国外坐公交车必须全程保持清醒 没人下车的话 司机甩蛋的情况比比皆是 如果想要暗点下遮 就必须要抓住命运的绳索 建议大家在国外出门购物之前 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别的倒是其次 信用卡和足够的现金得准备出来 不然国外移动支付不发达的缺点 将会被无限放大 尤其像我这种既没带卡 现金又不够的选手 手里的钱只够买一个这种假巧克力球了 一无所有的时候 不如去海边散散心 大自然的美丽景色 会让我们暂时忘却烦恼 尽情享受和海浪玩传的时光 依我看海边应该是富人区 而且是那种富的都溢出来的富人区 倒不是因为这边的房子有多奢华 主要是因为走在路上 真的可以捡到钱 美国人的风筝和我们的有些不同 好像一共就这么长的线 没法伸缩 除了放起来 然后再比一些摇啊摇的 也没什么其他乐趣 后来我看了十分钟才发现 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风筝 而是一种心形不占水式游泳圈 飘在天空中保证人们下海的安全 不知不觉在洛杉矶的日子 就要接近尾声了 提着行李向机场进发的路上 发现附近有一个飞机主题的餐厅 看样子是俘虏了一大批飞机 摆在这里供人们观赏 飞机呢代表了美国的工业水平 餐厅里的菜品 自然也得是工业风 比如这里面人气最高的这种烤肉 我没敢多点 只点了四分之一棒 端上来就透了一股狠劲 外面这层烤黑了的胡椒 还有小碗里这种香甜浓稠的酱料 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 德克萨斯很人们的故事 这里的烤肉是德州硬汉的标配 肉片上有着大理石一般的纹路 一口气把一整片都放进嘴里了 这块大理石就得好好嚼一嚼了 在美国的菜单上 凡是出现以菠萝为食材的 貌似都可以称之为夏威夷风 pizza上有菠萝 就是夏威夷口味pizza 这个汉堡里有菠萝 肯定就是夏威夷口味汉堡了 除了菠萝以外 这汉堡里没有任何类似蔬菜的痕迹 要说之前的汉堡里 加一片酸黄瓜一撮生菜 还算是拿蔬菜糊弄一下 这夏威夷汉堡干脆连糊弄都不糊弄 就热量高怎么滴了吧 再加两片午餐肉 连下面都刷上烧烤酱 把烤肉和汉堡吃完的时候 正赶上航班降落的高峰期 人们在室外点上火 一边吃烤肉 一边看飞机 也是一道十分靓丽的风景线 当我看到自己要坐的飞机 也已经降落的时候 好像一气都已经有些办法 错过航班可能会造成孩子的直接崩溃 不信你看 福生偷得半日闲 本是用来表达从烦闷失忆中解脱出来的心情 然而如果这个半日是因为某种其他的原因 而不得不闲的话 呃 这心境恐怕就没有那么舒展了 路过一家健身中心 即便外面没有人喊 有用健身需要的吗 里面生意也是相当红火 这让我想起了这些日子以来 自己已经吃了太多的汉堡薯条 再这样下去该不好办了 所以在没办法迈开腿的情况下 只能先管住嘴 终于到了一处可以使用筷子的餐厅 亚洲餐厅的老板好多都比较有自信 客人落座之后还没说话 他就会强行猜到你要点什么了 之前在首尔就是 我还什么都没说 人家就直接端上来一锅鸡汤 咱也不知道为啥 咱也不敢问呢 只能低头吃鸡 所以可能因为我今天显得比较狼狈 这家健的老板看我脸色 给我上来一盘草 里面有青柠檬 青椒 豆芽菜 还有一撮像是刚揪的树叶 这玩意应该怎么吃呢 为了解决我的疑惑 马上又来了一大碗汤 哦不对 其实里面也是有东西的 只不过它们比较团结 沉在底下不容易看出来 一盘草和一碗汤合起来 就是越南河粉粉的本体了 我一直觉得它这个名字 来源于广东广西那边的粉还有河粉 传到越南那边有点口音 打工就不可能打工 老友粉 螺丝粉 就都变成老友粉和螺丝粉了 标准的越南河粉得有几片牛肉 老板特意问了我 生牛肉能不能接受 因为为了保持牛肉的口感 他们只会把生的薄牛肉片 放到热汤里汤熟 当然要是咱不太能接受 牛肉半生不熟的话 也可以让他们多汤汤 这经过历练以后的牛肉啊 会有许多成熟的纹路 一些年轻的豆芽啊 河粉啊 一起被吃掉 也终不愿放手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总是被一些无味的幻想所影响 然后就 像拉面一样 越南河粉的精髓 大多都掩藏在这个汤底里面 牛肉牛骨熬制出来的汤 让这个看上去特别清淡的粉 有了点鲜味 如果觉得味道不够劲 可以调个酱 先蘸肉吃 再给倒进汤里 越南河粉的粉 没有大碗宽面那么宽 属于扁粉里面比较偏细的那种 它的优点在于 不需要太多咀嚼 就可以吞咽下去 而且口感很顺滑 还利于消化 缺点就是 如果吃得太快 当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撑得要死了 吃完河粉 我脑子里一直有个问题 我们那边有那么多种好吃的粉 怎么唯独这个越南河粉 在美国占完了脚跟 带着这个问题 我准备在机场传统赛上思考一会儿 后来他们说 这是提取行李的地方 就把我轰走了 回到北京 来到一家评价不错的粉店 这家店主打的粉种是海南粉 话说海南粉在北京还真是少见 到底有什么新奇之处呢 这家店门口的看板总结得很好 只有我吃到的这个 才可以称作海南粉 初见海南粉觉得它有点像 广西的生榨米粉 但随着酱汁逐渐拌开 一股炸酱面丝生子的感觉扑面而来 您可别因为这个酱汁颜色深 就觉得海南粉口味重 实际上它在味道上面并没有什么灵魂 仅有的一丝香气 还有淡淡的甜味 根本对不起这份浓郁的色泽嘛 要我说整碗粉里面口味最重的 是藏在碗底的腌酸菜 这个是真的可以一次次刺激到我 海南粉的粉没有那么细碎 也没有那么有嚼劲 属于中规中矩的一档 尽管老板说我这一份是特大碗 但我觉得好像跟小碗没什么太大区别 都是吃着吃着就没了 要是他们能像湖南常德蜜粉那样 允许我随便免费加粉 那可就太美妙了 吃了半天才发现桌上有个小提示 告诉我们海南粉应该怎么吃最美味 原来吃到还剩六分之一的时候 可以倒上一碗海白汤 把它变成汤粉 再加上点海南特产黄灯笼椒 其实这个黄灯笼椒 没有他们铺垫的那么可怕 比起江西老表的愣辣 我觉得真的算是很友好的 小菜点的也很富有海南特色 在海南任何一种水果 加上点辣椒面就可以直接当配菜了 我去掉了 三秒钟之内拿起来还能吃 这碗巴勒熟透了 里面的果肉很甜 还有点发软 感觉品质不错 既然水果当不了甜品的话 我们就得请出真正的海南糖水来了 这碗白白的汤叫做清补凉 光听名字 我们是绝对猜不出来里面 到底装着多少混搭食材 你看这个大白条 竟然是一面 传统的清补凉 其实是两广地区的小吃 海南的版本主要是 把叶汁椰奶放了进去 这样人们就可以从小喝到大了 吃完海南粉 觉得心满意足 想一想比起几十个小时之前 那一盘草加上一碗汤的越南河粉 是不是更带劲了 这次爱国未出现的时间 要比平常来得早一些 赶紧去找找什么 湖南粉 螺丝粉 脑油粉 酸辣粉 去治愈一下吧 我还是那个 到哪路能吃光的金子 咱们下次再见